焦点视频逆龙之玄机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逆龙师傅 Hello 大家好 师傅上一集大家都听得津津乐道 因为上一集我们讲了这个月牧日主 敌天垂那里有一些诗句 原本看来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不明白 你的解说你的看法 似乎大家都领悟到一些意思 今集又想听听你说的月牧日主 好 如果你是月牧日主的话就留意 原来月牧日主的特性是怎样呢 它有八句诗 月牧虽游挂羊解牛 怀丁抱柄跨凤城后 虚湿之地騎马亦幽 藤罗系格可春可秋 我觉得古文真的很好听 好听 古人改一些东西很优美 有厄运 对 有厄运 所以我不知道别人很喜欢学这些东西 好 看看月牧虽游是什么意思呢 它说月牧因为是阴木 阴阳的阴 代表一些拉腾 一些花花草草的东西 所以它说月牧是油润的 是油的 月牧虽游 就挂羊解牛 它说虽然月牧是较为油的阴木 但是其实它都可以怎样呢 羊就是什么 味 牛就是丑 原来它都可以对丑和味 所以这两个土是进行克制的 即是月牧可以克到味土或者丑土 大家要注意 这叫挂羊解牛 好了 怀丁抱饼 如果月牧有个饼或者丁在天干的时候 那就是怀丁抱饼 那就是跨凤城后 即是说如果有饼或者丁的时候 你来个金 譬如我们说是金金 或者新金 新金和金金的月牧是什么 原来就是金黑木的 金黑木 是了 那应该月牧有机会被金黑木 但是如果它有丁或者丙 那它就黑不了它 它不怕 因为有丙有丁 就制住了那些金 所以那些金就发挥不了力量 所以就黑不了它 所以叫怀丁抱饼 跨凤城后 就是这样的意思 虚湿之地 骑马亦幽 其实它是两句两句的 那个意思 它说当八字很旺的水的时候 虚湿就是很旺的水 虚就是说天干月木 自己在天干有木 在地支四个字 一滴木都没有 没有木 为之虚 我们叫天干虚浮 即是说天干有月木 地支是没有木的 又或者八字很多水 即是两个条件之下 骑马亦幽 就算你的八字 如果是水好旺而有火 譬如是害子丑 譬如是害子丑 就算你有个火 因为这个害子丑 就是三盒水焗 就是水来的 水泛目飘 就算你有个五火来说 虽然对它有帮助可以暖焗 是吧 但是其实都是 怕着有少少少一般 因为为何 你自己太弱 亦都会变成有机会黑舌交价 所以它叫奇马亦幽 就是藤螺系隔 可春可秋 这个开心了 藤螺系隔的意思 月木本身就是一些爬藤 如果它可以爬住一棵大树 隔木就是羊木 这棵大树 代表大树 它便可以借助这棵大树 不断向上生长 大家家里有没有种过丝瓜 我们小时候家里有种丝瓜 那我们要插一些竹 让它爬上去 很多植物你种过都知道 那些爬藤类的 所以如果它又大树 给它倚靠倚伴的话 它说可春可秋 那即是较为好 能量大了 它可以有机会 发挥到它自己的能力出来 那我们就称为可春可秋 所以整个八个字 它说了月木的特性是什么 月木虽然是由弱 但是可以克制到丑土味土 如果它的八字有火 它便不怕金尼克 如果八字是太寒湿的 就算有火 都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有隔木来扶持它的话 那便反而好 所以我们引伸到 如果你是月木命的人 如果你要做生意 找朋友合作的话 找个假木命的人 合作做生意 便对你的假为有利 我们自古传来 就是这样说的 这是月木命的特点 如何去发挥的特点 所以相当有趣 继续希望逆龙老师 和我们讲解一下 其余一些日主的诗句 分析内容给大家听 影片资讯难有师傅联同方法 可以请教师傅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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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